九十三集 启示号派出了一艘无人太空艇前往探测 这艘太空艇向目标飞去 距离迅速缩短 五百千米 五十千米 五百米 最后 太空艇在距离目标仅仅五米远的地方悬停 接着 它发挥的高清晰全息图像 让两艘飞船上的人们看到了这个 从外太空射向太阳系的东西 一张小纸条 只能这么形容它 那东西的正式名称 是长方形磨状物 长八点五厘米 宽五点二厘米 比一张信用卡略大些 极宝 看不出任何厚度 表面 呈纯白色 看上去 就是一张 纸条 探测小组的成员 都是最优秀的专业人员和指挥官 都有着冷静的思维 但 直觉的力量 还是压倒了一切 他们曾经准备着遭遇巨大的入侵物 甚至有人猜测 是一艘如同木卫尔一般大小的飞船 从它所发射的引力波强度看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看着这张来自外太空的纸条 后来 他们就这么称呼这东西了 他们都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把悬了许久的心 放了下来 在理智上 他们并没有放松警惕 这东西也可能是武器 可能具有毁灭两艘飞船的力量 但要说它能够摧毁整个星系 那确实太难以置信了 在外观上 它是那么的纤细 无害 像是夜空中飘着的一根白羽毛 纸写的信 早已消失 但人们从描写古代世界的电影中 看到过那东西 所以 这张纸条 在他们的眼中 又多了一分浪漫 检测表明 纸条 对任何频段的电磁波 都不反射 它呈现的白色 不是反射外界的光线 而是自身发出的 淡淡的白光 没有检测到任何其他辐射 由于包括可见光在内的 任何电磁波 都能穿透纸条 纸条实际上 是透明的 在近距离拍摄的图像上 能够透过它 看到背后的星星 但由于它自身发出的 白光的干扰 太空背景又很暗 因此 它从远处看 就呈现出了 不透明的白色 至少从外表上看 纸条是无害的 也许 这真的是一封 星 由于无人太空艇上 没有合适的抓取工具 只好又派出了一艘太空艇 艇上带有一只机械臂 试图用一个密封的小抓斗 抓取纸条 当机械臂 把张开的抓斗 伸向纸条时 两艘飞船上的人们的心 又悬了起来 因为这一幕 似曾相识 奇怪的事出现了 当抓斗和拢 把纸条扣在其中 机械臂回缩时 纸条从密封的抓斗中 漏了出来 仍在原位 不动 反复试了几次 结果 都一样 启示号上的控制者 控制机械臂 去接触纸条 从纸条中穿过 两者都完好无损 机械臂 没有感觉到任何阻力 纸条的位置 也没有丝毫移动 最后 控制者操纵太空艇 缓缓移向纸条 试图推动他 当挺身 与纸条接触后 后者 没入了挺身内 随着太空艇的潜移 又从挺尾 出现了 还是保持着原状 在纸条穿过挺身的过程中 太空艇的内部系统 没有检测 没有检测到任何异常 这时 人们才知道 这张小纸条 不是寻常之物 它像一个幻影 与现实世界中的任何物体 都不发生作用 也像是一个小小的宇宙基准面 精确地保持原位不动 任何接触 都不可能改变它的位置 或者运行轨道 丝毫 白埃斯决定 亲自去近距离观察 瓦西里便坚持要同他一起去 第一探测分队的两个领导人 同时前往 引起了争议 向预警中心请示的话 需四十多分钟才能得到回答 由于瓦西里的坚持 也考虑到后背队的存在 大家勉强同意了 于是 两个人乘坐太空艇 向纸条驶去 看着启示后 和庞大的引力波天线 渐渐退远 白埃斯感觉 自己正在离开 唯一的依靠 心中 变得空虚起来 当年 你的导师也像我们这样吧 瓦西里看上去 倒是显得很平静 白埃斯 默认了这话 此时 他感觉自己在心灵上 确实与两个世纪前的丁一 相同了 他们 都在使向一个巨大的未知 使向同样未知的命运 不要担心 这次 我们应该相信知觉了 瓦西里拍了拍白埃斯的肩膀 但 他的安慰 对后者 没起什么作用 太空艇很快就行驶到了纸条旁边 两个人检查了宇宝符后 打开太空艇的舱盖 暴露在了太空中 并微调太空艇的位置 使纸条悬浮在 离他们的头顶上方不到半米的地方 他们仔细地打量着那块 方寸大小的洁白平面 透过这洁白 他们也看到了后面的星星 这证实 纸条的确是一块发光的透明体 只是自身的光线 淹没了后面透出的星光 使透过他看到的星星 有些模糊 他们又起身 从艇中升起一些 使纸条的平面 与自己的视线平起 正如传回的图像 显示的那样 这张纸条 没有厚度 从这个方向看 他完全消失了 瓦西里向纸条伸出手去 立刻就被白S抓住了 你干什么 白S历声问道 他透出面罩的目光 说出了剩下的话 想想我的导师吧 中国史诗科幻 三体三体 三体 正在播出 如果他真是一封信 也许需要我们这些 智慧生命的本体 直接接触 才能释放出信息 瓦西里 瓦西里说着 用另一只手 把白S的手 拿开 瓦西里 用戴着宇宙服手套的手 接触纸条 手 从纸条中间 穿过 手套 手套的表面 完好 无损 瓦西里 没有收到任何 心灵传书的信息 他再次把手 穿过纸条 并且 停在了那里 让那个小小的白色平面 把手掌 分成两个部分 仍然没有任何感觉 纸条 纸条与手掌 接触的部分 呈现出 手掌 断面的 轮廓线 显然 没有被切断 或是 弄破 而是 而是 完好 无损 穿过了 手掌 网西里 把手 抽 抽 回来 纸片 便又 以 圆状 悬浮在了 圆位 或者说 以 每秒两百千米的速度 与太空庭一起 飞向太阳系 白埃斯 也试着用手 接出了一下纸条 又很快抽回来 他好像是另一个宇宙的投影 与我们的世界 全无关系 瓦西里则关心更为现实的问题 如果什么东西都不能对他产生作用 我们就没办法把他带到飞船中 进一步研究了 白埃斯笑了起来 再简单不过的事 你忘了古兰经里的故事了 如果大山不会走向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可以走向大山 于是 起誓后 缓缓地驶向纸条 与他接触后 使他进入飞船内部 然后 慢慢地调整位置 使纸条 悬浮在飞船的实验舱中 如果在研究中 需要移动纸条 则只能通过 移动飞船本身来做到 这种奇特的操纵 最开始有些困难 但好在 启示号原本就是一艘 勘探科伊伯代 小天体的飞船 具有优量的 位置控制能力 引力波天线 也加装了多达12台 微条发动机 在飞船的AI 熟悉了操作后 操纵 就变得快捷而精确了 如果这个世界 对纸条 无法施加任何作用 那就只能让世界 围着它运动了 这是一个奇特的场景 纸条位于 启示号的内部中心 但是 在动力学上 却与飞船 没有任何关系 两者只是重叠着 以相同的速度 向太阳系运动